大家好,我是本期的新闻众草官郭超凯 大家在点外卖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同一个平台,同一个时间段,同样的订单,相比非会员 会员的优惠力度不仅小了,配送费反而更高了 那这种情况其实正是个性化的算法 根据你的数据信息进行精准的杀熟 目前正在提醒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 对APP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数据杀熟等问题 做出了针对性的规范 一系列备受消费者吐槽的痛点 有望从立法的角度得到根本性解决 近年来不仅是外卖平台 从打车软件到电商平台再到预行平台 都曾被报利用大数据分析对不同的群体进行差别化定价 导致千人千面实行价格歧视 那尽管大数据杀熟遇遭吐槽 但一些互联网巨头依然我行我素 为啥这些巨头敢这么明目瞻胆的杀熟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 信息不对称造成了大数据杀熟发现难、矩阵难、认定难 那这次审议的个人信息法保护草案 将规范用户画像、算法推荐等设个人信息自动化决策 要求不得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创案明确保障了个人say no的权利 个人信息处理者通过自动化决策向个人进行信息推送、善意营销 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 或者向个人提供拒绝的方式 由此可见呀 复杂和神秘的算法既不是脱罪之词 更不是免罪金牌 面对信息不对称的目布 唯有清晰透明的法律 才能将其揭开 好了 本期的新闻众草官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